作為全泰國第二大城市 青蛙沒有海灘 有的就是山 連綿不絕的山嶺 跟著也有很多森林和resort 而這裏就專門整個類似海的物體 所以吸引了不少青蛙人 專門走來旅行 走來度假、走來吃東西 這裏的環境都真是很棒的 簡直是十年人時己翻身 話說這裏十幾年沒來 叫做班透華駅 在泰北青邁之上 一條大的村落裏 有很多小店 全部有一些手製木製的傢俬家品 在曼高開設班和按摩店的人士 都會專門來這裏入貨 其實這個地方 我以前N年前都來介紹過 但還是很浪費時間 因為每間店舖 我都覺得有採訪價值 結果逛了一天出街 出了兩站 所以之後不敢再來 這次再來之後 發現又不同了 除了剛才說的那一部分之外 亦多了所謂的海 沒錯 它聲稱將海搬來青蛙 你會見到這些水 都是海水的綠色 兼且有很多位給大家打卡拍照 還有餐廳咖啡店 兼且可以坐在船上吃東西 其實這裏可以說一店多 既是resort可以給你在這裏煮 更加有餐廳 更加有東西給你玩 玩什麼呢 各位觀眾就是在水中兜 沒錯 在水中兜 一個兜型的物體 讓你坐上去 然後可以加椰子 或者情侶一雙 就在一個扮海之中 海上漂浮 都不是說不過癮 挺有趣的 而且也可以在這個兜上吃東西 若然自己不懂得控制的話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 有工作人員幫你控制 即是幫你握兜 這樣說吧 有時泰國人的創意 都幾令人震驚 雖然這些坐水中兜 油雅借頭 但這一當空之下 都不是說不熱 在裡面吃泰菜 不辛苦的嗎 不怕暈兜浪嗎 我覺得會 尤其是 如果你真的一個人的話 你跟那個渣兜人 大家三不識七 當然啦 男同女就可能 以話為一點 但若然兩條男人 他又是男人 你又是一條兒子的話 會不會有點兒尷尬呢 難道你餵他吃東西嗎 難道大家交貧結友嗎 所以都有點兒頭痕 那怎樣呢 但anyway不要緊 大會安排了這些食物給我們拍 就介紹給大家 其實都幾有趣的 絕對相信 遊客們來這裡 就不會一個男生 走來這裡玩 可能都是一班人 或者一個family 好像眼前見到的一家大小 連小朋友 所以有渣兜人幫你控制 你們純粹是拍照 打卡 看風景 其實都可以的 野食那方面 吃得就吃 不吃得的話 其實在室內冷氣地方吃 都不錯的 很美味 很美味 免費餐食 我意思是說 冬日沒有被吃不完 請他吃東西 就是沒有其他東西 話說這裡除了有在室內 還有咖啡店 餐廳 更有秘密武器 就是Pool Villa 在這裡不怕有海嘯 也不怕有海道 更有大白沙 當然有海是假的 各位觀眾 清邁Pool Villa 這個就是假的海 假的海旁邊 有Pool Villa Pool Villa 每個Villa 有自己的泳池 即是說 你喜歡 就可以在泳池游泳 不喜歡 跳下這個假海游泳 都可以 不過一般人 就不會當這個假海游泳 這個假海只不過是給你拍照打卡 看上去其實真的挺漂亮的 拍得兩拍 我都思覺失調 究竟現在我身處於清邁 還是蘇梅島 陽光抱著 見到這麼漂亮的景 由余智山 蘇梅島一樣 但其實是清邁 話說回來 這個房間究竟多少錢 你會見到外面有私家泳池 而裏面的裝修層次其實不差 這個房間是兩間房間 簽在一起 裏面有樓上樓下兩層 於是每位價錢是1000匹 可以這麼便宜 為何這麼便宜 因為這其實是一間八人大房 八人大房價值8000匹 於是每個人就1000匹 那就要參觀一下這間八人大房 不是屬於國際品牌 亦不是屬於五星酒店 但裏面的環境裝修都不失禮 八個人住一定會很開心 不過要留意的就是這個洗澡缸的位置 這個位置你看到外面 外面看到你 如果不小心處理的話 你就會被人看虧了 知大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隨時有八位親朋戚友 一起同行 如果一個人兩個人怎麼辦 一個人兩個人可以住這間房 這間房間 兩個人計算是3000匹 一個人也是3000匹 四個人是4000匹 即是每人是1000匹 依然是複色兩層 你可以選擇睡眶的床 風涼水冷下面透風 挺不錯的 或者可以睡那邊 甚至乎睡下面 在泰國生活這麼久 拍了這麼久的旅遊節目 基本上都住過不少的酒店 但好像這間這麼有特色的 都是第一次見 首先它的樓上樓下兩層 而且上面有這些網網床 真的很過癮 彈一下彈一下 而且最重要就是外面有泳池 泳池再外面就是那個假的海景 在這裡住 早上起床 或者晚上 看出去 那個景色真是沒得頂 還有還有一件事 不要忘記 清邁是在北部 如果說到每年的冬季來說 整個泰國最冷是去的 於是乎 如果冬天走來這裡住的話 真是有點兒清涼